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操作对不对啊 大家有看到吗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投影片的荧幕 好的 太好了 首先 要特别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参加今天的合作交流论坛 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很遗憾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的会议 这是因为我个人的因素 不过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日后有机会能够来到台北参加这样的论坛 不过呢 毕竟今天还是能够透过线上与会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我今天要讨论的是网络治理 特别是数位时代的网络治理 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一大课题 各位可以说都是网绩网络的参与者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不熟悉 那就是我们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治理 那就是由下而上 那就是多方厉害关系人 这个就是网络网络能够有今天这么好成绩 最主要的原因 网络成功之后呢 今天才能够服务数以百万计的人民 那老师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也让网络网络能够去抵抗疫情 的压力测试 稳度疫情的挑战 因为在疫情当中呢 我们大家都高度的仰赖网络才能够继续的工作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多元利益关系人的做法 是行得通的 因为我们可以说是每天都在推动这样的模式 同时大家也知道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面临压力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捍卫他这样子的做法 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呢 想要邀请大家能够稍微往后退一步 我们来纵观全局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当时网络治理 在全球资讯这个社会高峰会20年前的时候 所提出的定义 大家当时有讲到什么 不同的规则啊 决策啊 常态啊 还有流程 还有不同利益关系人所提出的定义等等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说是 行诉了网绩网络的生态系 以及网绩网络的使用者 那我知道 其实我在这个社群呢 已经耕耘非常非常多年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分清楚 有两个不一样的 一个是网绩网络的治理 一个是在网绩网络上进行治理 这两个要去分清楚 当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的基本架构 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最底下有基本的实体层 它可以说是支撑一切网绩网络的运作 可是另外呢 另外有一个是跟网绩网络 演进时期相关的 就是标准啊 协定啊 等等 那我们把它叫做网绩网络的治理 off the internet 但是在这之上呢 我们上面有很多应用层 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所做的 万事万物 网绩网络的使用者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网络 网绩网络上面进行治理 on the internet 在今天呢 我想要更进一步聚焦的是 最上面这一层 就是在网绩网络上进行治理 因为呢 网绩网络的治理 本来就已经行之有年了 但是在网绩网络上面进行治理 却带给我们重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面临到非常多元的 法规环境 各地法规环境不尽相同 或者是制度还不是那么成熟 因此呢 我今天会聚焦在最上面这一层 在网绩网络上面来进行治理 on the internet 因为呢 网络网络他之前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想跟大家分享 他说呢 我们必须要退一步 才能够海阔天空 纵观全局 其实大家还记忆犹新 在1969年的时候 1968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个 月球上面 阿波罗 这个就拍摄到了地表的照片 这是人类首次的创取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透过这样的事件 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地球这个复杂的环境 同时呢 它也非常的脆弱 而且呢 这个也可以促进我们对地球的理解之外 也提升大家对于我们面临环境挑战的意识 那这边我想要 也要做类似的做法 想要邀请大家一起踏上这一趟旅程 走过这个历史的长廊 希望能够检视一下 究竟我们要如何在数位时代 或是在整个宏观的环境当中 在社会网路等方方面面进行良善的治理 还有哪些关键的挑战 因为现在还有气候变迁的问题 所以像是这个数位时代的力量跟挑战 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危机存亡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这是一个关乎体制的问题 因为基本上网路跟整个数位的革命呢 大概是50年前开始推动了 那个时候网路开始慢慢的发展 同时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发展的角度 在AI的推波助澜之下越来越快 那我身为一个出身工程背景的人呢 我觉得这一切都令人感到非常的兴奋 但是身为公民的一个角色 我也不断的扪心自问 我们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成功的因应跨国议题呢 因为这很多跨国议题都在数位时代当中应遇而生 我们未来会不会被科技所载质 我们是不是会失去控制权 没有社会的发展就失控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 当然答案一切都要看一下有一个问题的答案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良善的体制跟工具 我们是不是有适当的工具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一定要讨论这样的议题 因为我们在讨论所有的 比如说在各个国家所推动的竞选当中 这个议题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受到逐渐 事实上的关注 当然这个是对于我们数位社会的发展 当然是一个必走之路 可是现在20多年以来 我个人不断的投入在去探讨这些数位时代体制挑战的挑战 比如说我之前在法国外事领域有这个耕耘 那几年前我也是ICAN董事理事会的成员 那几年前我也是就加入了INJPN 那最近则是担任Data Fear Initiative的院警长 那在20多年的业界经历当中 基本上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在人类上面临一个规模最大的历史转向转型阶段 第二个就是整个国际的体制是不足以让我们因应现在数位时代所带来的全球挑战 第三个我的想法就是有鉴于此呢 我们必须要推动典范转移 迈向一个更具有网络性质的基础建设 那刚刚我有提到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历史性的转型阶段 如果我们检视一下人类的发展史 那跟其他物种不一样 人类呢是可以大规模的来进行合作 那网络其实就是一个这种集结众人之力 发挥力量的一个典范例子 这个是因为呢我们人生来不可以不断的创新 可以进行沟通啊 还有经济活动的创新 还有进行体制的创新 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整个网络的世界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人类通讯史 在语言书写跟印刷术之后 第四波的沟通工具的革命 现在几乎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可以 及时透过网绩网络来沟通 这个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个规模 一样的在经济的领域当中呢 我们一开始呢是进行采集狩猎 接下来发展了农业工业 第四步骤则是数位经济的发展 在每一个步骤当中呢 都会有 这个 多的附加价值 那在数位社会也是一样 像我们看是AI 现在就释放出许多的价值 因为呢 这个数位经济所带来的额外附加价值 可以说是规模非常的可观 而且呢这个价值可以说是 远胜于之前工业革命带来的价值 所以呢 未来呢 大家可能是大出十倍 所以未来呢 大家好好的掌握 那为了要让 在未来社会能够更有组织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建立体制 那这所有不同的体制呢 就有不同的治理典范 因为历史 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人类不断的希望能够找到秩序 能够建立社群的体系 社群的制度 还有强化社群的连结度 那这样子我们 整个制度会越来越复杂 那其实这个就是背后惦记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 就是要有体制 基本上呢 就是一开始是要尊敬长老 是要听信这个 比如说在几千人几百人的社群当中 要听长老的话 这个阶段呢 就走到了世袭制度 比如说古老的帝国啊 或者是君主制度等等 那透过世袭制度来统预众人 现在在全球多数的国家 则是采用所谓的代议制 所以透过选举投票的方式呢 选出民权的代表来代表公众的声音 所以这样子可以在各个国家管理更多数十亿万计 数十亿计的人 那么目前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 在AI数位革命的浪潮之下呢 我们现在发现整个人类 参与这个浪潮的规模跟数量是前所未见 因此呢 我们要如何去统预 有数十亿计的人 现在都在网络上面去进行内容的分享 那这些人呢 他所屈身处的宗教文化政治 以及法律的背景却又非常的迥异呢 这个可以就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另外呢 我们现在还在慢慢的摸索调试当中 那未来呢 可能要花数十年的时间 当然不需要 没办法等到数百年才可以 必须要数十年就要找到实行的方式 因此我们就要思考的是 我们是不是手上有对的工具来在全球 把治理做好 但很可惜的是跟我们过去二十年 所学到的经验 目前我们好像还没有最好的工具 因为整个网络的系统 它没有提供我们最完美的工具 来解决现今的挑战 原因呢 其实相对来说很直观 当然科技的革命呢 不断的在日新月异 可是我们的体制呢 却是停滞不前 事实上呢 国际体制呢 是少数没有受到数位的革命 所影响的一个领域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例子当作一个例证 我的祖父呢 我的祖父 他其实是在1867年的时候出生 那就是在第一 第一个这个商用的打字机问世 16年前 那如果他在今日呢 他一定会非常讶异说 哇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手机啊 网络这么的便利啊 AI的力量等等 可是呢 现在在我们多数的 这个议会的流程当中 或是民主的流程当中 这个 其实很多的制度呢 过去这么多年来 没有改变太多 现在的国际的制度 它其实可以回溯到 400多年前的历史 像是这个西法里亚协力 还有这个国族建立的 这个背景当中 它其实是集结了 190个国家 他们有不同的主权 领土的定义 他们希望能够捍卫 自己领土的主权 那当时就设计了 这个国家的概念 所以当时国家相对 大多数都是这种殖民 被殖民的国家 那当时也比较少 或者是比较少 这个跨国之间的 实体啊 或者是公司的合作 或者是交流 那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 不要有战争的发生 但是我这里的重点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国际的体制 它其实 没有真的 做好调试 没有办法因应 网际网络的现况 所以重点其实就是 透过合作 来因应跨国界的议题 而不是只有国际间的合作 应该要透过国际合作 来解决跨国界的问题 而不是只是国际的议题 因为人类 不是只是 透过国家来 集结而已 而是呢 其实我们 有的时候会习惯简化事情 人性其实就是 由不同网络中的 网络所组成 现在有数十亿计的结构 或是有 各类型的结构 它彼此都有互通 互联的关系 比如说家庭的关系 或是文化之间的关系 各个行业之间 各个政治环境 宗教之间的互动 等等 这些不同的网络 或者是组织 可能是公部门 可能是私人的 可能是正规 非正规 有的是盈利 有的是非盈利 都有可能 他们也都有自己 运作组织的机制 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发现呢 人性 人类它其实 以数学来讲呢 它可以说是一个 hypergraph 是一个数量 非常庞大的网络 而且它的结构 非常的复杂 所以人类 它的组织方式 非常非常的复杂 可是它却没有 反映在我们现在 国际的制度当中 因为现在我们 现行的国际体制 它其实 它是结构性的 它是僵化的一个体制 更重要的是呢 现在的制度 它背后的基础 其实是 只仰赖一个单一的标准 也就是公民主义 citizenship 现在一切的国际制度 其实都是跟这个 大家的公民身份有关 也就是说各国的政府 透过大家的大使 我之前也担任这个大使的身份 其实就是 透过单一的大使 可以在全球代表 这个国家所有的公民 这样的一个体制 就结构来讲 实际上 并没有包括很多的实体在内 不论是公民社会 或者是民间的实体 其实 我们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是 非常多元的 在2001年 我的生命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因为当时日本 在八大工业国峰会当中 那时候呢 我代表法国 因为我是法国的外交官 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悉 国际体制的运作方式 我是第一次参加 数位机会工作小组 在这个工作小组当中 包括了政府 包括了企业界 跟公民社会 大家平起平坐 它其实不算是一种法规 因为在接下来的20年当中 我们就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尝试 这种新的做法 新的措施 我相信大家其实都非常的清楚 在其他的产业很少看到 那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利害关系人的概念 既然我们要把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聚集在一起 我们只有这么做 才能够真的找到 数位时代一个最好的治理的方式 可是要把这么多的利害关系人 聚在一起 就代表我们必须要克服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敌对关系 甚至民间企业跟公民社会之间的敌对关系 我们必须要提订到大家是同舟共计的 我们都有责任来推动合作 虽然有些时候 比如说 我们在IJPN 这个网络组织当中制定了一些规则 我们体会到 其实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共同的责任 就是必须要一起合作 而且必须要使这种 针对个别的议题 组成一个网络机构 来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 多方利害关系人的策略 因为在大部分的情况当中 我们所做的决定 必须要有各种人一起来推动 这就是所谓的多方的利害关系人 简而言之 其实在这边 我要特别传达的一个讯息 那就是我们这种网络化的社会 需要网络化的治理架构 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这种 网络化的治理架构 为了能够真正地落实 网络化的治理架构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人类社会就是集合了各种的网络 一个很大的网络 而网络网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现在不用跟大家说明 什么叫做网络网络 我想要很快地来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网络化的治理架构 其实我们都知道 网络网络是一种 很多的一直网络的结合 透过一些通信协定 打造了一个全球的网络网络 而在这边 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当我们提到治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 一直化的 人类社会的架构 有可能是政府机关 有可能是民间企业 有可能是学术机构 有可能是科技社群 有可能是公民社会 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要能够发展出合作的协定 有这个合作协定 让这些一直化的治理机构 因为他们每一个机构 都有他自己的组织方式 可是呢 我们希望大家是能够互联互通的 如此就能够有一个 全面化的治理架构 让我们能够有效地来因应 我们所面临的各项挑战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也意味着 我们的架构 当前的架构 主要是看个别的国家 个别的公民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要把它转换成 是以利害关系人为基础的 一个架构 这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 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典范移转 他讲的 就是一种 所谓的科技革命 所带来的这个变化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 治理架构 而这样的一个典范移转 他想要做的呢 其实并不是为了取代既有的 治理架构 相反的是希望能够 集大成 是希望能够把各种不同的 治理架构串联起来 让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各项的问题 所以 其实政府还是能够有它的管辖权 假如只是在某一个国界之内的事物 就由各国的政府来负责主导 当我们提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可是 假如我们现在讨论的议题 我们的挑战是跨国性的 会牵扯到很多不同的国家 特别是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也必须一方面由政府做出一些决定 而政府所做出的决定 对于其他国家也会产生影响的话 那么接下来 我们所要承担的责任就不一样了 主权这个概念 当然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 可是 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因为 当政府制定了一些法规 可是它的影响层面 不只是在他们国家的话 我们当前 数位时代所面临大部分的问题 都需要有其他厉害关系人的参与 在这边 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 就是 这样的一个典范移转 绝对 不只是为了治理 是为产业而已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工具 可以征询 各种人的意见 而 在 民主的新时代 其实 未来 我们会有新的治理模式出现 所以这些 都必须 要仰赖数位科技 数位科技 是一个得力的工具 台湾可以说是数位科技的重镇 很遗憾 我今天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那其实在唐部长的领导之下 台湾在数位科技产业 可以说发展得非常的成功 当我们提到 数位产业的治理 我们还特别强调 数位科技 可以协助我们进行 数位时代的各种问题的治理 所以绝对不只是 治理我们的数位产业而已 最后呢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要有系统化的概念 当我们 思考气候变迁的问题 我们提到大气层 平流层 同温层 离子层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不断在变化的一个天然环境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 人类的活动 包括了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气层 影响到我们的大自然环境 因此数位革命 现在不断地在加速进行 那我相信 它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层 就像大气层一样 新的层 叫做资料层 里头 包含了许许多多 难以数据的资料 有各种不同的团体 有不同的系统 生产出很多的资料 而且使用跟处理这些资料 因此 我们过去 所提到的 公部门跟私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 现在变得更加的复杂了 我们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 不论是集体的行动 或者是单独的行动 其实 包括我们所做的决定 怎么样去推动科技产业 我们所制定的法规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影响到 我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资料层的发展轨迹 也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它的影响是好是坏 很难讲 就好像网纪网络的发展经验一样 危机百科的发展经验一样 它有一些好处 可是也很可能会导致 这个媒体过度的碎片化 因此它的影响是有好有坏的 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 一个重大的挑战 当我们提到数位治理 要克服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导引 这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也就是我这边所说的资料层 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发展 在经济学上面我们有所谓的 Goldilocks的良好发展时期 所以Goldilocks的良好发展时期 就是不会过快也不会过慢 这时候我们需要有很多治理的机制 治理的工具 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清楚地定义出 怎么样能够采行中庸之道 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 过去我们都是二元化的对立 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利益 那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 去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识 这就是中庸之道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共同的命运 而最后我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 就是到底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数位社会 我们希望看到是不断两极对立的一个社会 还是说我们透过一些新的工具 来推动大家的合作 大家的自主 而且能够打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环境 所有的资源是大家共享的 是可以公平分配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了我的祖父 现在呢我自己也当祖父了 我的孙子现在才两个月大 而我的这个孙子 他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也取决于我们 有一个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的得主 他提到 他鼓励我们所有的人 去制定更好的政治体制 能够隐恶扬善 让每个人都能够发挥最好的 人性最良善的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看到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责物旁带着责任 希望透过刚才的说明 让大家了解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错重复杂的环境 我们如何去讨论这些政策的问题 而且我也希望 透过刚才的说明 让大家能够更有信心 我们人是有这样的能力 去 制定良好的治理架构 我们要的不是有超级强权 不是有超大型的民间企业 我们所需要的是打造一个全球化的治理架构 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所有的人都是息息相关 因此 以当前的环境来讲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挫折跟失望 因为地缘政治关系非常的紧张 John Bernays 是欧盟当初的发钱之一 他说我其实并不是乐观的人 可是我有决心 我想这是我想要留给大家的一句话 因为当前错重复杂的环境 我们其实讨论各种类型的问题 到底什么叫做数位科技的全球的治理架构 可能会有GDC 可能会有IAS等等的讨论 我觉得接下来两年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所有的网络社群 不但我们了解网机网路的运作方式 我们不断地在倡导 要采用多方关系人的治理模式 要更加的包容 同时我们也有共同的愿望 就是Cofi Annan所说的 就是在2004年Cofi Annan 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 就体制来讲 我们当初之所以会打造出网救网路 是希望造福所有的人 再过几天我就要到巴西 去参加一场会议 我想在巴西里 我就会讨论这些问题 我相信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 几年的时间 我们持续会针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进行更多讨论 也希望到时候都能够有更好的机会 跟大家来讨论这些问题 谢谢Bertond de la Chappelle先生的演讲 接下来我们开放现场进行提问 所以我们在座各位与会的先进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站到我们场中的 麦克风架前面来进行发言 有没有问题要就叫 Bertond de la Chappelle先生呢 好 如果目前现场没有提问的话 我们这一场专题演讲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再次热烈掌声 感谢我们的讲者 Bertond de la Chappelle先生 带来这么精彩丰硕的演讲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